在电影中 群演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可是本应该不抢眼的他们 有时却要比自带广环的主角 还要抢眼的多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瞧一瞧 那些电影中 比主角还要抢眼的群演吧 龙争虎斗 在李小龙的经典电影之一 龙争虎斗中 过去 吓死我了 为了击败李小龙而命令手下的韩先生 虽然他是因为前背叛石门的反派角色 但是他能记住每个手下的名字 是一个对手下充满爱的反派 就在李小龙一个个的击败对手的时候 可以看到后面大笑的群演小哥 还有 这位躺着休息的群演 我恨你的十件事 说到菲尼克斯版的小丑 比希斯莱姐的小丑好在哪里 可以说菲尼克斯在楼梯上跳舞跳得好 呃 或者不是 哇 从这时候就开始有小丑的味道 在这部《希斯莱姐迷倒万千少女的青春爱情电影片》 《我恨你的十件事》中 乔伊突然跑过来勾搭比安卡 就在这时 心不灾的比安卡 随手把剑射到了老师的屁股上 这时有一个学生做了一个去叫人的手势 另一个学生赶紧跑了过去 跑过去的这位群演 可能因为自己已经跑出了拍摄范围 于是开始走了起来 又或者他可能想让老师再躺一会儿 最后的武士 讲述了一个前美国军人 被日本传统武士文化神神的信誉 和最后的武士们一起对抗日本帝国的故事 面对西洋式武器毫无还手之力的武士们 在准备人马的过程中就损失巨大 伤亡惨重啊 挨了段子爵孙脚的他 就这样成为了最后的五弹石 西北偏北 影视界最了不起的导演之一 袭曲柯克导演的西北偏北 在饭店里整吵的一对男女 这时突然女子拿出了手枪 射向了男子 仔细看后面的小孩会发现 有先知能力的他 以防枪声太大提前捂住了耳朵 大白沙 在这部很多人的童年阴影《大白沙》中 也出现了抢眼的群演 幸福地享受海滩假期的一群人 突然受到了鲨鱼的袭击 在场的游客都惊恐万分 除了这位大叔 在大家惊慌逃跑的时候 他依旧享受着他的黄金假期 在人员支配的星球 人类只不过是愚蠢的动物 把人类管起来 扔给人类食物的样子 和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相反 人员们把从笼子里逃出来的人类 围了起来 向他扔起了水果 这时 这只人员可能是想快点下班回家 于是就赶紧把水果扔到了地上 装装样子 蝙蝠侠黑暗骑士举起 布鲁斯老爷打架这么厉害 其实都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学过中国武术中的隔山打牛 这位兄台也中了招 在这里还可以发现 因为反对暴力 向空气回拳的隔山市警官 现在终于明白 为什么隔山市罪犯这么多了 007打破量子危机 帅气地抢了摩托车的邦德 在港口稍加休息的时候 可以看到后面的大叔 正在清扫着空气 可能他的扫帚不是一般的扫帚 欢乐糖果屋 聚在糖果屋里的孩子们 品尝着看起来非常好吃的糖果 无偿撒糖的这位大叔 一边唱着歌 一边给无辜的女孩来了一记上钩拳 少狼 成功投入决胜球 取得胜利的斯科特 成为了球队里的英雄人物 朋友们都为其喝彩高兴 但是后面的这位小哥 高兴得连裤子的拉链都忘了提了 回到未来3 在回到未来3的最后上景 打算前往未来的布朗博士 向马丁和克拉拉介绍了自己的孩子 并且留下了像这样振奋人心的话 但是 布朗博士的孩子 突然向摄像机着手 并且将手指指向了自己的 难道 小朋友应该是想去卫生间才这样的 最后 行也曾说过 精神一点 临时演员也是演员 虽然你们是扮演路人甲乙丙丁 但是一样是有生命 有灵魂的 在眼眶里头转了转了 你有个狗屁了 谁在转他转他 这个死跑龙套的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每一个小角色都有他存在的意义 哪个配角没有想当一个主角的梦呢 在我们的人生中 我们其实才是真正的主角 每个人的身份 种族 甚至是思想 都应该被尊重 他们没有对错之分 只是不同罢了 因为近期大事件比较多 视频的最后有感而发了一下 希望每一个看到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能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管做什么都要坚持到底 视频子总会发光的 假如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收藏 没有关注的还要关注一下 那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 Adios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